欢迎收看众志诚诚抗击疫情特别报道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国家卫健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重要生活物资生产保工有关情况 现在发布会即将开始 我们一起进入发布会的现场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入 粮油蔬菜等重要生活物资的稳定供应越来越重要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疫情防控中重要生活物资的生产保供情况 我们请来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副司长陈达先生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杨里胜先生 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孔亮先生 和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先生 他们将就如何做好重要生活物资的生产 储备和投放 确保市场供应安全 平稳 有序 来回答媒体的提问 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洛昭先生 继续解答健康知识的有关问题 首先通报一下疫情情况 2月8日零时到24时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2656例 其中湖北2147例 新增重症病例87例 其中湖北52例 新增重症病例89例 其中湖北81例 河南两例 河北黑龙江 安徽山东 湖南广西各一例 新增疑似病例3916例 其中湖北2067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600例 其中湖北324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7198例 现有疑似病例28942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71905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88183人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的确诊病例53例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26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 台湾地区17例 全国除湖北以外 其他省份 每日报告的确诊病例数 从2月3日的890例 下降到2月8日的509例 下降的幅度达到42.8% 这表明各地联防联控机制 以及严格管理等防控措施 正在发挥作用 以上是疫情通报情况 连日来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各行各业 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全力抗击疫情 昨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元宵假节 从昨晚到现在 又有辽宁大连 锦州两支医疗队的 千亿名医生和护士 告别家人 紧急赶赴武汉 支援雷神山医院的 患者就职工作 截至目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 已累计从全国调派 11921名医护人员 驰援湖北 在这里 我们要向成千上万 勇敢的卫生专业人员 和所有一线救援人员 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他们在春节期间 不分昼夜的工作 医治患者 拯救生命 控制疫情 正是有了他们 无私无畏的付出 一定能够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也希望全社会更加关爱 这些冲锋在防疫一线的英雄们 下面呢 我们先请几位嘉宾 分别介绍相关的工作情况 我们首先来请 发展改革委的陈达先生 做介绍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按照中央应对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牵头 多部门参加的 生活物质保障组 自组建以来 全面履责 全力奋战 建立健全 快速响应 和联动的工作机制 加强与武汉 等重点地区的对接 并成立工作专班 制定并实施 保供稳加的预案 在武汉这样的重点地区 我们主要是保障 蔬菜 肉类 粮油 等生活必需性的供应 我们突出抓了 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实时监测 对接资源 协调运输 实时监测方面 主要是 对武汉市大型的批发市场 超市的供应和价格情况 实行日监测报告制度 及时发现 并处置潜在的供应风险 比如 一月二十六日 发现武汉市 不费蔬菜品种 出现供应偏景的情况 我们立即组织 协调三东省社光市 紧急调运了 三百五十顿蔬菜 对接资源方面 主要是协调有关方面 准备好 随时可调运 供武汉和湖北省 使用的重要生活物资 比如呢 我们在江浙户地区 安排了一万吨的 中央储备冻猪肉 专备 专门为武汉市备用 近日呢 将直接发运 两千吨自武汉市 协调运输方面 主要是建立 武汉市生活物资保障的 供应的保障线 畅通鲜货农产品 律师通道 二月四日呢 我们也紧急协调了 云南省 跟武汉市蔬菜运输 中途受阻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保供方面 我们主要采取了六项举措 一呢 是迅速启动 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应接监测 及时预警 及时处置 二是加大复工 复产的力度 增加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 三是指导地方 引导商业企业 增加商业库程 充实呢 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储备 四是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 配合有关部门 对生活物资的 生活必需品保供的重点企业呢 给予贷款 优惠率率 等政策支持 从最新监测的数据看 2月8日 全国36个大中城市 米 面 油 零售价格 与节前呢 基本持平 猪肉价格 小幅上涨后趋稳 鸡蛋价格 稳中趋降 15种蔬菜价格 比30日 1月30日高点 回落了10个百分点 从后期看 全国以及武汉市 等重点地区 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呢 是有保障的 价格预计总体平稳 我们呢 将持续加强监测 对可能出现的 个别地区 个别品种 供需矛盾 及时予以解决 经最大的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活需求 谢谢 好 我们下面有请 杨立胜先生做介绍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 当前呢 社会各界 包括网民 都对蔬菜的情况 非常关注 我主要介绍一下 蔬菜生产的情况 去年冬春以来 各地 积极推进蔬菜产业发展 近两个月来呢 这个光热条件 又总体失忆 主要蔬菜 不论是北方的 设施蔬菜 还是南方的陆地蔬菜 涨势都非常好 面积产量都略有增加 供应量充足 从全国看 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 预计 冬春再田蔬菜面积 约8400万亩 产量 约1.7亿吨 比去年 均比去年 高20%左右 预计2月份 全国的气温 总体偏高 利于蔬菜 生长发育 且蔬菜生产呢 进入 逐步进入旺季 产量将进一步增加 从竹产省来看 我们南蔡北运 南方7个省 涉事蔬菜 北方3个省 产量面积呢 都占全国的 8成以上 据这10个省 反映呢 面积产量 当前的面积产量 都会比去年 同期有所增加 所以呢 从生产方面来说 当前 今年冬春蔬菜的 生产形势是好的 供应量是充足的 满足市场需求 关键在于 抓好产销衔解 谢谢 好的 我们下面请 孔亮先生做介绍 大家下午好 感谢我们媒体朋友 长期以来 对我们虚目受益工作的 关心和支持 肉蛋奶 是老百姓 日常菜篮产品 是必需品 生产和供应 都不能出现问题 2019年 除了猪肉产量 下滑了21.3%以来 其他的续产品 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例如 芹肉上涨了12.3% 牛羊肉上涨了3.2% 芹蛋也增长了5.8% 牛奶增长了4.1% 我们猪肉 生猪生产也在加速恢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因为一些停产停工 调营受毒等原因 蓄木业生产受到了较大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 农业农村部迅速行动 协调相关部委 推动各地 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流通秩序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个是加强 我们市场的供需的监测 引导养殖户 稳定式生产 第二是协调我们公安部 交通部等相关部委紧急下发了相关通知 推动地方 维护正常的流通和生产的秩序 也支持我们饲料企业 虚勤养殖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 三是开通了我们热线电话 回应社会老百姓的社会关切 通过我们热线电话 也发生了很多问题 我们点对点的进行督处落实 指导地方进行纠正和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千方百计 增加虚勤业生产的供给 为我们疫情防控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谢谢 好 我们下面请王斌先生做介绍 各位媒体的朋友下午好 商务部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批示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 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工作 那么开展的一些工作 会上我们提供了文字材料 还有电子版 我不在这里一一向大家做介绍 那么借这个宝贵的机会 我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个方面 是湖北和武汉市 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情况 连日来 湖北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 库存基本稳定 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回落 全省重点的调查大米 这个面条 食用油 禽肉 牛奶 这个商业库存呢 可以保障 10到15天的供应 猪肉 鸡蛋 可以保障 5天左右的供应 蔬菜 动态库存 可以保障 3天左右的供应 大家一听啊 这个三五天 也不要紧张 因为这个里面 是动态库存 那么每天 这个销货 每天 还有这个 持续的货源补充进来 补充进来 武汉市呢 生活必需品供应的状况 最近几天 明显改善 2月7号 白沙洲和四季梅 两大批发市场 蔬菜交易量 达到3000吨左右 较前几天 大幅增加 其中 四季美市场啊 70%的蔬菜的商户 已经恢复了营业 五商 中百 中商 三大超市的肉类 可以满足 五到十天的销售 那么还有一些 大型企业 在汉的这个库存呢 可以满足 动肉 这个消费 40天左右的存量 武汉市政府呢 正在推动 逐步恢复 农贸市场经营 组织 露天马路市场 营业 截止到2月8号 已经有14个 露天马路市场 开始营业 这两天 马路市场 摊位上 售卖的 既有土豆 萝卜 大葱 等 耐用 耐储的 这个大陆菜 也有梨薅 红菜苔 小油菜 等武汉市民啊 喜欢的当季 鲜叶菜 大陆菜 主要来自 白沙州 这个四季美 从全国各地啊 调集来的这个 这个货源 那么这些 当季的新鲜蔬菜 这些叶菜 主要是 马路市场的这些 摊主啊 开车 到武汉周边的 农户地里 采购而来的 这些马路市场 比较开阔 不用排队 周边的居民啊 还是非常愿意 到这里来采购 另外呢 一些电商平台 和大型的这个 商超 探索开展 蔬菜的 套餐 预售 模式 也就是说 头天 可以通过 微信啊 下单 第二天呢 自己到店呢 去自取 这种方式 提高了效率 减轻了 流通企业的负担 减少了 人流聚集 受到市民的欢迎 我们认为 这种方式 是值得各地推广的 第二个方面 要介绍 全国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的情况 新冠肺炎发生以来 人民群众 对生活必需品啊 供应是更加关注 需求阶段性增加 加上春节期间呢 零售网点 开月率不高 人手不足 物流配送 不畅等因素啊 前期 部分省市 出现了局部的 这个城市啊 有恐慌性 集中采购的问题 一些零售终端的 蔬菜 粮油 方便面 等部分品种 出现了这个空架的现象 对此 商务部会同 有关部门和地方 迅速采取措施 指导零售企业 及时调运补破 增加上货的评次 及时向社会发布 市场供给的状况 引导消费者 理性消费 稳定市场预期 相关情况 已经得到 有效的缓解 目前呢 全国生活必需市场 供应总体充足 品种丰富 价格基本平稳 刚才农业部也介绍了 我们后续 还有坚实的 生产供应基础 2月8日 全国的粮油价格 保持平稳 肉类价格 变动不大 这个 勤产品的价格 小幅下降 蔬菜价格 略有上涨 水果价格 小幅回落 元宵节当天呢 各大商超 普遍加大备货 蔬菜 肉类 汤圆等商品 销售大幅增长 各别地区 各别时段 各别品种 那么 仍然存在着 这个短暂的缺货现象 比如说鲜肉 鲜菜 口罩 消毒液 等啊 不一定能够及时供应 当前的防疫防控任务呢 十分艰巨 物流不畅 人工短缺 成本大增 集中购买 等问题啊 仍然存在 市场供应 很难达到 平常时期的水平 对此 我们正在抓紧组织 推进呢 逐步解决 也尽请 广大消费者 那么也要体谅 特殊情况下 流通企业 遇到的 这个实际困难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是下一步的 这个工作措施 重点啊 是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 确保重点地区的供应 继续发挥 九省区 联保联共协作机制的作用 指导湖北省 武汉市商务部门 进一步化解 物流 微循环不长的问题 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 加强对重点地区 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指导 做好啊 局部地区 应急调运的准备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 加快协调解决 生活必需品市场啊 面临的物流运输 员工短缺等突出问题 畅通 蔬菜等农产品 储运的外销渠道 针对人员集中返程 需求增加的情况 重点指导啊 这个大型城市 加大生活物资的调运 和补库力度 二是 进一步动员 企业开门营业 指导各地 科学评估 分级防控 在做好防疫安全的基础上 尽快组织动员 有条件的商贸企业 复工营业 增加上岗员工 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的 满足人民群众 基本生活需要 三是 进一步扩大 急需的短缺物资进口 增加猪肉进口 充实国内储备 及时投放 国储冻猪肉 组织开展国内急需的 口罩 防护服务 防护眼镜等进口 补充国内急需 服务移情防控 四是 进一步加强市场监测预警 以上是我介绍的情况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几位嘉宾的介绍 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 提问之前呢 还是请各位 先介绍一下 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听第一个问题 好 请右手边 第一排靠郭道这位记者 好 那个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央视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王斌副司长 您刚刚讲到了 就是大城市的 这个生活必需品供应问题 那么春节假期 马上就结束了 随着反工的和复工 我还是想问一下 那么像北京 上海 这样的大中城市 他们的这个肉 蛋奶 这些必需品的需求 肯定会急剧地增加 那么我们有没有 更具体的一些措施 来保证这些地方的供应 谢谢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这样 先请发改委的陈达先生和杨立胜先生 分别来做个介绍 然后看一看商务部的王斌先生 有没有补充 好 正像刚才记者朋友所讲的那样 每年春节假期结束以后呢 随着大量务工人员返程 凉油 肉 蛋奶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这个需求呢 都会增加 今年呢 疫情防控的因素叠加 生活必需品保护的压力呢 比往年呢 要大些 所以为此呢 发改委会通商务部 等有关部门正在 并将继续拙劣做好 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呢 是进一步完善 监测预警处置机制 在现有的实时监测 刚才讲的实时监测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监测的力量 加大监测的频次 突出重点的品种 重点地区 对供应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呢 做到早发现 早处置 二是呢 进入增加 生活物资的市场供给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支持生活必需品的 相关企业 推进复工复产 奠定市场供应的物资基础 同时呢 继续推动大众城市 及其周边的相关骨干企业呢 增加可供调允 可供使用的资源 做好相关城市之间的工序的衔接 二是呢 三是呢 进入增强持续的调节 调允能力 在调节方面 主要是呢 指导 各地发挥好当地的 大型骨干生产流通企业的作用 引导其啊 增加 重要生活物资的商业库程 同时呢 针对政府 储备薄弱的这个品种 指导城市政府 实施争处计划 哪个品种 储备的少了 多增加一点 调允方面呢 主要是协调督促 各地严格落实 重要生活物资运输 顺畅通行的相互规定和要求 一段时间以来 相关部门都已经出台了 保障重要生活物资 顺畅运输的相关的这些 规定和要求 所以这个一定要落实好 同时呢 拙劣破解 这个区域范围之类的 最先一公里起运 有的时候在田间地球村起运 以及呢 在城市里面最后一公里 末端的配送的耿主问题 保障生活物资调运 做到畅通无阻 谢谢 好的 请杨立生先生做个补充 每年春节长假结束以后啊 流动人口和学生 都会大量地返回一线城市 应该说呢 对这种情况 大城市多年来 是有成熟做法的 但今年特殊 可能保工方面的压力更大 农业农村部门呢 主要围绕着都产出一点 然后还能采收上来 还能卖得出去 做一些工作 当然呢 对一些重点城市 也在想监测的市场需求 重点呢 想几个方面来努力 做好工作 一个呢 是强化 独处指导 近期呢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 先后印发了 抓好蔬菜生产 抢保障菜篮子产品 正常流通秩序 做好蔬菜肉蛋奶 等产品文产保供的三个通知 要求各地落实好 菜篮子市场负责制 强化调运组织管理 维护生产资料流通秩序 支持企业及早复工 同时呢 组织蔬菜专家指导组 制定发布当前蔬菜生产的 技术指导意见 指导各地加强田间管理 落实防灾减载的措施 努力增加市场供应 辽宁省 设施蔬菜面积 170万 178万亩 新增10.2万亩 广西去年第四季度 陆地蔬菜的 种植面积930万亩 比前年同期了 多 增长65万亩 重庆 大足区一个区 就扩种了22万亩油菜苔 同时据统计呢 南方各省呢 还有800多万亩 蔬菜 扩种蔬菜的潜力 二是 加强生产监测与调度 及时调度 南方 各地蔬菜的主产区 北方设施蔬菜的主产区 在田做的生产信息 了解掌握湖北武汉等城市 蔬菜和肉蛋奶 供应情况 推动 广西摆设 海南三亚等地 与武汉市 有关方面建立 产销对接的信息交流机制 收集整理 养殖企业 复产进度 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重点地区 开展针对性的指导帮扶 近期 反城客流增加 我们 将重点关注 北上广等大城市的 蔬菜供应情况 协调 蔬菜生产大省 点在点对接 保障生产供应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及时 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反应运输不畅 运输难 火星市场关闭 饲料肥料等生产资料 运力不足等问题 这主要是给我们发改委 这边来反馈了 推动落实湖北省 蔬菜发展资金两亿元 专门用于缓解湖北省 当前蔬菜生产中 用功难的问题 直到各地 加快落实 畜牧粮笼补贴 续情分屋处理 等政策措施 推动畜牧业的恢复生产 四是积极发挥 社会组织作用 组织中国蔬菜协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和中国奶业协会 等社会组织 调研情况 研判形势 提出 对策建议 倡导开展 互助对接 促进 本行业 本产业的 稳定发展 谢谢 好的 其他就补充一下 这样子 刚才 下一步工作 商务部的工作 我做了一个 简要介绍 我再补充几句 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 这个机制的 领导下 各部门 密切配合 正在解决 当前 运输当中的问题 还有人数 比较少的问题 普遍一个 共识 就是要 加快恢复生产 加快恢复 开门营业 这是一个 主要的方向 商务部 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也做了 充分的准备 那么对 相关大中城市 出现反乘 可能出现 这个比较集中 需求增加的情况 我们也做了部署 做了部署 其中一条 我们 确定了 500家 重点保供企业 其中 400家 是生产企业 50家 大型 批发市场 农产品的 批发市场 20家 全国骨干的 跨区域的 连锁企业集团 还有 十大电商平台 还有一部分 餐饮企业 总共是500家 这些企业 现在已经摸清了 他们的库存情况 这个可调出的商品 在哪里 主要围绕着 蔬菜 这个肉蛋奶 这个 粮油 还有包括 这个方便食品 这些急需的商品 这些库存 初步 我们估算 合计在一起 可以达到 4万吨的 调出量 一旦哪个城市 出现了 这个紧急情况 需要调印 我们可以 会同有关部门 立即组织实施 当然 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 还在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来 自己保证 日常的供应 刚才我讲的是 这个在紧急情况下 我做一个 简要的补充 好的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左手方 第一排 靠国道这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经济日报社记者 我们注意到 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只有口罩 等急需物资的 生产企业 复工复产 那么其他的生产企业 只是处于 陆续开工的状态 这样的局面 是不是会影响 整体的市场供应 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是对于 全面复工复产 我们又怎么样的安排 另外对于 商贸领域的 复工复产 有什么打算 谢谢 好的 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 陈达先生和 王斌先生 分别来回答 复工复产 对于市场 保工 作用非常大 按照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的 有关要求 发改委 已经会同 有关部门 督促各地 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有序组组组织 重点领域的企业 复工复产 确保重要的 医用物资 生活必需品 的供应 目前除了湖北省外 全国其他 三十个省份的 军营部署 安排企业 复工复产 据我们监测 即至到 二月七日 全国 口罩生产企业 按产能 测算的 复工率 已经达到 百分之七十三 全国 重点监测的 粮食生产 加工 企业的 复工率 已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 天然气 电力 成品有用 供应充足 民航 铁路 水路 运输网络 运营正常 下一步 按照 国院联防 联控机制的部署 发改委将 继续汇通 有关部门 指导各地 切实处理好 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的关系 重点围绕 三个保障 也就是 保障 复工 复产的 用工 保障 原辅料 和产生品的运输 保障 返岗 员工的防护 三个重点 逐定呢 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呢 推动 企业员工 错峰 有序的 返岑 返岗 比如说 知道地方 统筹制定 分类 分批 复工复产的方案 为实现呢 错峰 返程 创造条件 交通物流 能源 供应 医用物资 生活必需品的 生产销售 等重点领域 要保障条件 继续推进 复工复产 二是呢 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 协调运行 这个主要的企业 核心的企业 复工了 如果说 它的供应原料 出了问题 那么 生产 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 产出的产品 运不出去 那么生产呢 也会 受到影响 所以呢 我们要 积极采取措施 保障 产生品 和原辅料的运输 比如说 将 关键的原辅料 医用 物资 食品等 生活必需品 纳入 应急运输的 保障范围 严谨 扇子色卡 拦截 阻断 货运通道 等违法行为 三次推动企业 认真落实 各项的防疫要求 比如说 指导企业 健力健全 日常的清洁 消毒 和通风制度 降低相关场所的人员密度 这里啊 需要 强调的是呢 疫情严重的地区 仍要集中精力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根据 后期防控工作进展 稳妥 有序的 推进 复工复产 谢谢 请王毕先生 继续回答问题 往年春节呢 这个农贸市场啊 社区菜店啊 那么这些小店 这个大多会提前歇业 员工返乡过年 各地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主要还是靠那些 大型的连锁企业 连锁企业 这些小店啊 过去大多是在 正月十五前后 就会陆续开业了 但是今年的情况 不同了 受疫情的影响呢 企业复工经营 面临人手不够 物流不畅 客流不足的问题 整体复工的进度啊 明显慢于往年 目前 大型连锁超市 网点的开业率是 在这个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九十五左右 大型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开业率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菜市场 社区菜店 农贸市场啊 这些和居民比较近的 这些网点 我们也可以称为毛细血管 他们的开门营业恢复啊 比往年明显的迟缓 明显的迟缓 当前 疫情防控仍然是首要任务 商贸流通企业 和这个服务的场所啊 是人流聚集流动的 主要的公共空间 随着春节返程人员增加 大中城市生活必需品 供应需求扩大 加快推进 商贸企业的复工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啊 进一步就凸显出来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努力保持生产生活 平稳有序 客奖总理部署要求 尽快组织相关企业复工 确保生活必需品 稳定供应 那么商务部呢 贯彻落实 恢复生产经营的总体考虑是 在抓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指导地方 科学评估 分级管控 突出重点 逐步扩为 具体说呢 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呢 要优先组织 生活必需品经营企业复工 增加网点供应 方便群众生活 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地区 要适当扩大 多业态的经营范围 开业 不能再搞 一刀切 一关了之 那么具体 商务部已经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个是提前动员部署 2月1号 我们就印发了 进一步强化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 指导各地 组织动员商贸企业 通过临时顶岗 合理拍班 动态调岗等灵活措施 统筹安排人员上岗 持续提供购物 餐饮 卫生保洁等基本生活服务 会同发改委 指导连锁经营协会 发起保供稳价 持续开业的倡议 300多家大型的零售企业的 20多万个门店 积极响应 第二是细化防控指导 我们联合卫健委 共同印发了 做好生活服务业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部署各地 指导复工企业 严格做好 上岗员工 上架商品 经营场所 设施设备 采购进货 促进活动 等各个环节的 疫情防控 共同发布了 零售餐饮企业 经营服务防控指南 向企业介绍 新冠肺炎的 病原学特点 提出了员工 上岗防护 顾客测量体温 经营场所 消毒通风 开展无接触的 外卖配送 等一系列 复工经营操作的 规程和要求 第三是 加强防护保障 我们联合发改委 印发了 保障流通企业 防护用品需要的通知 部署摸清 并多渠道解决 一线员工需要的 防护用品 和消杀物资的货源 确保一线企业员工 这个防疫安全 下一步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 抓紧推动落实 那么我们也请 各地防疫部门 对企业复工 给予防护指导 必要时 可开展检查验收 请交通公安 农业等部门 协助解决 分村分路 阻断交通 等问题 确保农产品调运 农民反攻 顺利顺畅 谢谢大家 好 请继续提问 请右手方 第二排中间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最近有媒体报道 在疫情期间 市场上的这个鲜叶菜 是品种少 价格高 想问一下 如何解决疫情期间 这个蔬菜供应的结构性矛盾 另外受到物流的影响 如果出现了供货不及时 应该怎么办 谢谢 好的 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 陈达先生和杨里胜先生 分别来回答 先请陈达先生回答 好 为了保证重点离取的蔬菜供应 为了保证重点离取的蔬菜供应 这方面主要是要指导地方 特别是城市政府 要组织本地的蔬菜的经销大户 与蔬菜主产地的种植大户 要进行一个对接 签订购销协议 稳定蔬菜的供应关系 保证在应急的时候 随时有菜口供可调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 有效的做法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 北京市相关的 新发地的批发市场的经销大户 与蔬光种植大户 进行了参销对接 签订了购销协议 二是要用好商业的力量 也就是要发挥好 生产流通企业的作用 主要是指导地方政府 引导本地的流通企业 适当地增加了商业库层 特殊时期 商业库层应该比平常时机 有所增加 同时协调周边地区的 这些生产销售企业 备好 备足 这相关资源 以便随时调往相关城市 通过本地企业 和周边地区企业的 另外联动来保障供应 用好商业的力量 也要发挥好流通企业的 积极的作用 刚才商务部 王市长也讲到了 法国委 商务部也知道 相关行业协会 最近共同发起了 保供稳加 持续开业的倡议 基本上我们参与 响应这个倡议的 零售企业 他们的门店 覆盖了全国大部分 主要地级以上城市 正是为保供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支撑 三世发挥地方储备的作用 储备主要是 要发挥关键时候的 调节作用 我们主要是指导 部署北方城市 北方大城市 完善东村蔬菜的储备制度 根据当地的产销实际情况 适当地增加储备规模 和储备的品种 一旦市场上供应出现短缺 即时组织投放 并且通过 向外部的蔬菜生产基地 采购等方式 及时地对储备进行补充 为了保障储备的 连续的投放能力 这个制度应该是建立了多年 据我们统计 初步统计 目前北方参与 东川蔬菜储备的城市 有40多个 共除油呢 30多万吨的耐出蔬菜 应该说这是保障 保工稳加的一个 一直重要的力量 谢谢 好的 请杨立生先生回答 好 这个问题呢 网上也有不少反应 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呢 也是一致的 关于近一段时间以来 市场上鲜叶 鲜叶菜的品种少的问题 我觉得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呢 这是绿叶菜的季节性特点决定的 冬季本身就是绿叶菜的生产淡季 产出量就低于春秋两季 第二个是呢 绿叶菜的运输距离短 多数产自大城市的禁教 如果周边的绿叶菜得不到保障 那可能就会出现短缺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绿叶菜的货架期短 不耐处运 如果采收不及时 就行不成商品 一些地区呢 受疫情防控的影响 这个用工紧张 部分菜收不上来 这个情况存在 同时呢 也存在收了 还运不出来 这个情况呢 也都存在 正在这些问题呢 这个我们部里 下一步准备从三个方面 推动解决 一是通过各级农业农村的 主管部门了 搞好组织搞好蔬菜的 采收工作 指导大城市周边地区呢 扩大素生叶菜的生产 春节以来 湖北全省蔬菜播种面积 22.68万亩 二是呢 推动城市周边主产区 就近调院 并且呢 增加叶菜的供应 武汉市 按照每亩 一百块钱的标准 激励 这个播种蔬菜 就是素生的叶菜 十万亩 三是组织各级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和农技人员 从品种选择 清减省工 素生高效等方面入手呢 强化技术指导服务 目前呢 历春已过 蔬菜 特别是叶菜生产 逐步进入旺季 通过加强信息引导和技术服务 抓好产销衔接 重点城市的叶菜供应问题 将逐步得到解决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手方 第二排靠高道这位 穿白色衣服的记者 谢谢主持人 农事网记者提问 我们了解到啊 疫情发生之后呢 由于交通管制 武汉地区的畜牧业养殖业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集中表现在 鸡鸭鹅等加禽 鸡料供应不上 正面临大面积的被饿死 鸡蛋卖不出去 鸡苗呢 被填埋等问题 那春季呢 又是动物疫情的高发时段 那请问 如何抓紧鸡料的供应 和有效的预防动物疫情的发生 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举措 谢谢 好的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 孔亮先生来回答 好的 我先谈谈大家 非常关心的武汉的情况 针对武汉 湖北武汉的 鸡料短缺问题 我们立即协调 推动湖北省当地 鸡料企业 副产副工 同时帮助解决 原料短缺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 湖北鸡料短缺的问题 正在得到缓解 我们组织了中粮贸易 它组织了玉米货源 11万吨 其中有4.5万吨 已经在6号发往湖北 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在2月7号 在湖北省专门投放了 15.5万吨的政策性玉米 我们还组织了 中国油脂协会 组织了15.4万吨的豆粕 其中8万吨已经形成了货源 现在正在组织 产需双方正在交接 不日将发到湖北武汉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 湖北省的饲料供应问题 帮助协调解决原料的组织 运力的提供 帮助整个湖北省 蓄灭生产进行一些保障 从全国面上的情况看 从我们上周五调度的情况看 随着国家有关 维持生产和 维持生产 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的这种文件 这些文件逐步落实到位 应该说 全国的饲料企业 复工复产率 在明显加速 全局调度 从全国情况看 全国饲料企业复工率 已经达到了50%以上 其中广东 山东 湖南这些饲料大省的 开工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 一些大型集团化的企业 复工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当前各地正在组织 饲料生产和配送 满足养地生产的饲料需求 当然对于网上和一些热线电话 也反映了个别地区 当前还存在一些 对饲料企业停产的 不合理的限制 和一些调运的管控 我们正在点对点地 督促当地 纠正和解决 我们行业内常说一句话 就是 虚情养殖成败在防疫 东春两季的 春秋两季的防疫 就是春房和秋房 也是我们每年防疫的重头戏 当前我们要求 各地虚目受益部门 要持续抓好 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 督促各地 压食责任 强化养殖主体 要落实好各项防控的措施 加大排查和监测力度 规范报告 并延合处置的突发疫情 坚决防止疫情的扩散蔓延 目前 全国各类的动物疫情 应该说是总体是平稳 谢谢 好的 请继续提问 请左手边第二排 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 随着复工复产 口罩的需求量 相比于假期期间 大家都待在家里 需求量会猛增 虽然相关部门 多次表示扩大生产 但口罩难买的现象 仍然存在 请问对于下一步的口罩保障 将采取哪些举措 谢谢 好的 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陈达先生来回答 疫情发生后 口罩的需求日益增加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 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 千方百计 多管齐下 全力以赴 扩产增能 增产扩能 产净并举 正重点 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迅速组织企业恢复生产 增加口罩产量 首要的是 开足马力生产 我们全面摸清了 全国口罩生产企业的底处 准确掌握企业的产能 日产量 日调出量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发布会就先为您直播到这里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